所形成的懸浮為例的濃固 可是他們呢 經過了 他們有特殊的觀測儀器 然後讓它不必再真空狀態 而是真的模擬大氣的狀態 這樣子 然後就證明了 那種科理器中間體 世衛跟水分子 活潑的結合 所以如果這樣 我是 因為我是自己 直接導論的啦 我不敢講說 我不敢講說 因為它可能還需要再導論下去 所以我就會懷疑說 最濕度很高的台灣 會不會因此 一旦有了廢氣之後 當濕度偏高的時候 就很容易有 操弄的懸浮為例出現 我懷疑啦 所以這幾天天氣 這個污染這麼嚴重 大氣污染這麼嚴重 會不會也跟我們的濕度 稍微偏高有關 這是我的懷疑 但無人如何 他們真的非常厲害 好 可是這裡面 以趙文的兩個故事 我其實覺得 就是年輕人的很重要的方向的指引 首先第一個就是 其實他在大學考試的時候 他只有考六十幾分 你知道其實 以他進入台大化所信 可是年輕人來講 介入台大 其實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他為什麼就介入台大 因為就是 台大很多科系進去 都是要七十幾分以上 是要非常量超高分 所以六十幾其實 真的不算太高分 可是因為呢 他之前曾經參加過 化學20P 培訓營 拿到台名前 二分之一的好成績 所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上 他才能夠進入台大化學系 這是我肯定 目前的制度當中 其實對於真正優秀 在某一個領域特別優秀的人 是有幫助的 可是第二個部分呢 是他剛開始沒有找到 他人生的方向 他其實剛到台北 他覺得很無聊 所以每天上PTT到鄉民 突然進了實驗室之後 發現了好玩的事 從此投入人生的所有權負 司機先生 快 我要到決定站 要快 亞新星空速最快了 蛤 三分鐘 零口捷運站 兩分鐘 亞新島野酒店 五分鐘 國畢映城 三井奧內 我請進行走路去到奔奔 或許可明明 現在就在口前 亞新星空的方向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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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新機構 正式建設 海域 開車 大 Alexandre 我以來 你叫什麼 tail 我沒有放到 少數 很多 debate 點逃 於是 2 2 準備 出門 新聞 消費 頂 13 1 9 hot 5 10 Rapha 幅 10 inject 駕駛駛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